反服貌的爭議延燒 很多人都在等著 这个马总统你要怎么回应 要怎么反应 很多人对马总统有意见 那总统夫人周美清呢 作家陈玉慧呢 跟周美清一向交情不错 他昨天呢 说希望能够像你身边的那一位 提出真扁 他在脸书上面写了公开信 给周美清 而周美清则是回应说 人民既然有疑虑 政府就有责任再多说几次 学生与警察在行政院的冲突画面 让更多人关心服貌议题 总统夫人周美清的好友 作家陈玉慧 星期晚间就在脸书 po出公开信表明心声 希望周美清 能向你身边的那位提出真扁 因为陈玉慧在信中认为 他对服貌条文也有一丝疑虑 希望政府给民众 更多解释和公听会 而这篇文章贴出不到十小时 就吸引近五千人按赞 这篇热门脸书贴文 被不断转载的同时 短短不到六小时内 周美清就做出了回应 周美清写道 政府觉得已经说了许多次了 但是人民既然有疑虑 就有责任再多说几次 这样的回应 同样获得数以千计的 网友按赞支持 不过也有人持反面看法 质疑政府多说几次 好像不叫沟通 眼看占领立法院活动 进入第八天 经济部长张家柱 上午接受广播专访时也说 只要学生团体愿意针对服务内容沟通 而非意识形态之争 经济部都愿意派同人到学校说明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